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3月12号 张医师献上课程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总论四 张医师请您开始讲总论四 好 那我们现在继续来讲总论四 由莉莉来帮大家念一下 总论四 原始点医学目的 宗旨与定位 医学的目的是解决疾病 中医通过观察症状 以经络理论及四诊心法 来决定一针二九三用药的治疗原则 虽然可因此解决很多疑难杂症 但其诊疗方法若不进行全面的简化及改良 一旦面对危急重病患者 难免左之右处 后果堪予 西医 以仪器检查结果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在理论上犯了倒果为因及老病不分的过失 在临床上 手术及吸药不但不能彻底疗愈疾病 对体力虚弱者甚至还会危及伤命 在此情形下 唯有这一本溯源 直接从人体找答案 好 我们先念到这里 我们来解释一下 好 这里开始就是说 原始点医学目的宗旨与定位 那这里很明显是要谈原始点医学的目的 那原始点医学的目的跟一般医学的目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好 我们知道医学之所以会成为一种医学 它最重要就是要解决疾病 不管它里面包括理论与临床 诊断与治疗 治疗又包括医疗与保健 都是为了解决疾病 这个我们在第一篇里面都有讲 好 那中医也不外是这样 所以它是以观察症状 好 那原始点是不是这样 我们后面会讲到 我们先不谈 我们先就我们诊断的内容来先谈中医 那中医它的诊断跟原始点一样 它是通过观察症状 然后重因治病 那它的诊疗方法有两套 它以经络理论及试诊心法 也就针对外内治法 它有这两套诊疗体系 来决定我们的治疗方法 也就是一针二咎三用药的治疗原则 如果是外治法 那当然就以经络理论 如果是内治法 就以试诊心法 是这样来的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虽然这样诊疗体系 看似好像很完善 但在这种完善中 自然也可以解决很多疑难杂症 所以中医才几千年下来 当然很多人会去学 也很多人用中药 就是这样来 它还是能治病 但这里原始点就提出来 但其诊疗方法 如果不进行全面的简化及改良 一旦面对危机重病患者 难免左之右处 后果堪移 这怎么说呢 我们总论三的时候也有提到 就是说它的诊疗 它针对外内治法 它有两套诊疗体系 太复杂了 光经络理论 然后如果你再细细 读我前面有讲的经络穴位 我就知道里面非常复杂难学 为什么 十四经过 然后分布在上面的穴位 就有三四百个 你光去背这些就很复杂 何况要临床要应用 然后一旦面对危机重病 你到底要扎哪个穴位 这又是一个问题 再来 它的一针二九三用药 它外治法跟内治法 也就针灸跟中药 不一定同时用 很多医师是只开药而不针灸的 还有一些医师 只针灸或按推而不开药 那这些遇到危机重病患者 你根本就是应付不来 会真的就是左之右处 应付不来 那这个如果不简化 跟改良呢 怎么改良呢 就是让外治跟内治 也就是针灸跟药同时并用 就是像原始点 外内热源跟按推同时并用 你才有办法解决重病 而且还要懂得 如果重病患者 是以热源为主 按推为服 如果不了解 然后你光针会消耗患者的热能 还会让病人病情更加恶化 都有可能 就谈不上什么救助危机了 这个谈不上 所以怎么使用灸跟药 那以前这些装医很少探讨 因为它本来就没有病用 那在古代 他们常常说 一针二灸三用药 针方便嘛 因为还要 就非常麻烦 还要去山上采药 以前交通不便 所以针灸药是这样来的 其实在原始点 现在来看 不是这样 其实三种治疗方法 其实都要病用 不管轻重症也要病用 何况是危急重病患者 更要病用 所以第一个 也就是三个 三者 看是三 针灸药是三 死者 其实在应用上是一 所以一个真正的医师 他一定要有这种忍耐 就是三者病用 他一定又会针 又会灸 又会药 这样才可以救助危急的 然后他还要有原始点 这样改良的方法 知道体力虚弱的 一定要先外内热语 也就是灸药为主 然后针为辅 这样才有办法去解决 中医的问题 然后再来 中医的诊疗体系太复杂了 光读那些书 很多人读了都要花好几年 也未必读得通 所以这个 这里讲的 但其诊疗方法 若不进行全面的简化及改良 真的是 对重病患者是很难处理 这也是我们目前看到中医 遇到这些患者 这些患者常常会跑到西医去 就是他的方法是破碎 零碎 也就是有些医生喜欢用药 有些喜欢用外治法 不统一的 然后光诊疗体系 你看那个望闻问街 拔脉 讲出来的话都不一样 你去三家 结果被三家老医师拔脉 一样讲出不一样的理论出来 有些说你肝有问题 有些说你肾有问题 有些说你脾肺 脾跟胃有问题 反正拔脊脉 各说各 但都能制成自己的一套说法 如此而已 所以这个再没有统一又复杂 这样很难推行 而且遇到真的病人来考验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会有遗憾出现 所以我们这里特别提出这样的看法 好 我们接着看西医 西医以仪器 我已经说过了 仪器这些检查 都一开始 如果从解剖学的简单来讲 这些结构也好 组织器官这些结构也好 如果出了一些异常 或是指数出了异常 如果把这些来作为诊断仪器 那就第一个我们讲 这些检查都是果 那就会犯了倒果为因 把这些检查当作疾病之因 或是把异常 当成疾病来治疗 那异常我们说过了 异常是属老 那你就犯了老病部分的故事 所以在理论上 他会犯了这两种 也就是如果仪器检查 这里就把重点提出来 他会犯了倒果为因 疾老病部分的过息 那这样理论上犯了错 当然临床上自然就会出差错 所以在临床上 他手术跟西药 我们前面也有讲过 不可能彻底疗医疾病 你要彻底疗医疾病 你一定要改善患者的体质 但西药会消耗热能 手术会破坏身体的结构 所以这两者都不可能让体质变得更好 然后来达到自我修复的能力 所以西医强调就是治病 但原始点强调的就是 人体本来就有治愈力跟修复力 人是可以治愈疾病的 所以你只要给他对的方法 就可以达到 但西医不是这样 他从果下手 所以这时候面临到的 不但不能彻底解决疾病 还有可能怎么样 对于体力虚弱者 你可能还付出更高的代价 所以看来中医跟西医 其实都有问题 只是问题的大小不一样而已 那我本身是中医师 当我太太得了癌症的时候 结果我相信西医 西医也不能给我答案 最后我太太很快病情就恶化了 那中医我用尽各种办法 最后也找不到答案 那所以这个是我在写 这一段的时候的新生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那你怎么办呢 西医也有问题 中医也有问题 所以这时候我就是放下 放下过去所学 从头开始 所以这里才有这一句话 在此情形下 唯有这一本溯源 直接从人体找答案 因为他们都有接受 这些理论 很多是讲不通的 那这时候就是从人体 那原始点就是这样来的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原始点医学 是从零开始 点点滴滴在患者身上摸索出来的 其实通过找出压痛点按推 以归纳出一条脊椎 与七处原始点 之后又发展出各种热源 及其他保健方法 在从按推与热源的实众基础上 总结出简易而有效的 诊疗合一 并以因缘国理论 阐明老病的由来及防治 如此既有助于分辨 医学理论的对错 又是民众能指简欲凡 自立立他 期间面对失败案例 痛心之余深入分析 因而能够突破一切瓶颈 明了作为外内热源之僵 可直接用于体伤位置 且按推原始痛点 无立即之效 应按推万复痛点 如此才能加强改善 特定部位的体伤及热能不足 从而达到原始点医学的目的 即有病可疏愈疾病 使患者软微为安 无病可抗老增瘦 预防疾病 显而易见 这种化繁为简 以人为本 以病为食的生活化医学 才是解决生老病死的罪法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 原始点医学从人体摸索出来的 这是当时我的心境 那中医也碰壁了 西医也有问题 那怎么办呢 那时候我太太已经进入安宁病房了 那就只好在她身体 她全身都不舒服 那你怎么办呢 就是从她的身上 每一处 也就是每一条经 前面后面 都找 然后去找开关 这样好不容易 当时我就找出有 差不多百分之七十 就在我太太 一个人的身上 然后找出来之后 在我的诊所再去应用 果然真的有效 所以慢慢信心大振 那经过前后五年就最后确定 这个一条脊椎七处原始点 就是我们的总开关 然后压痛点 找出压痛点来 这个大开关找出来之后 就能解决相对应的病症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 之后 它这些症状 一条脊椎七处原始点 五年 已经把大致都把它固定化 也就写出来之后 最后我认为在 最大的进展就是从 我太太一开始生病 用人生之后 我就开始用姜 改用姜 然后姜又把它扩大的应用 那让它完全能够 甚至能够应用到外 还有内 还有一些生活化的一些电热器 还有红豆袋 软贴 软软包之类的 这一类 都可以应用 还有一些电糖 那这样应用的方法就多了 然后最后发现 光按推跟热炎 还不足以解决重病患者 有些时候还要患者怎么样 注意一些适当运动 聪明休息 良好心态 这些也要再加强 好 那原始点它最终是 一开始就是有找一条脊椎七处 也就是按推开始 然后再来发展各种热源 所以这两种按推跟热源 是早期一路发展下来 真正的主着 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原始点 一开始就讲出一句话 就是反所有疾病 皆因体伤其热能不足所致 因为按推可以解决体伤 把热能不足 热源可以提供来补充它 所以按推跟热源是 原始点做出来之后 然后发现很多患者都有效 在这种实证基础上 慢慢才总结出这些 简易而有效的诊疗合一 的理论出来 然后为了说明它 再以因缘果来产明 老病的由来及防治 大家如果不见忘的话 可以看原始点医学示意图 我们先设疾病以衰老为果 因为它的因都是有体相及热能不足所致 那这里就已经开始跟前面的医学 也就是西医也好中医是以治病为主的概念 是有一点不一样 从这里就开始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它发现老跟病 它的由来都同出一眼 都是有体相及热能不足所致 那怎么来 它是怎么引起的 比如要有恶严 才会导致 比如生气压力 甚至外伤种种 它就会导致疾病 那同样的 这些生气压力 也会使人家衰老得更快 那就很明显 它都会 它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它消耗热能 它有消耗热能之后 人就会影响体伤 然后整个身体的运转 就变得很迟缓 然后甚至老化的现象就出现 好 那这样了解因之后 同样也有助于治疗 为什么 我们就知道 既然所有老跟病 它都是有体相及热能不足所致 那我们从这里下手 不是老病就可以达到了吗 治疗了吗 所以它既可以防治疾病 也可以抗老征兽 也就是它可以 疗异疾病 还有保命 甚至还可以达到什么 抗老征兽 预防疾病的目的 都可以做得到 好 那这样 用阴炎果来解释 那就很快可以看出 比如说前面西医的问题 比如他们到果为阴 就是从阴炎果看出来 然后还有 有时候有时候一病多阴 一个病竟然说还有很多的原因 检查出来只要这些异常都是它的阴 我们一看就知道 这个检查出来都是果怎么会是阴 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很多西医的问题 连中医的问题也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这里就简单的讲 既有助于分辨各种医学理论的对错 我是没有把各种医学讲出来 因为现有的医学就只有西医跟中医 这个各种医学也就不用提了 大家都知道医学理论的对错 我们一下子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的讲法是对或错 所以只要懂原始点 我认为会开智慧 真的是可以开智慧 为什么要用仪器检查 你一看就知道 那检查出来的果 跟我眼睛看到的表 体表不都是一样 不是老就是病 那我从体表就能够看得出来 再加上患者的一些感受 就能治病呢 干嘛还要那么复杂 所以只要懂得这一套理论 还有原始点的处理方法 那既有助于分辨医学理论的对错 还可以使民众怎么样 直颈亦凡 自利利他 当然不只可以自救 还可以救自己家人甚至更多人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 那原始点也不是在发展上一旁风顺 其中常常遭遇很多的挫折 甚至失败的案例 我个人也是会 那面对这些失败案例 非常痛苦 所以我说碰心之意 有时候是追心之痛 明明可以救 以现在来看是明明可以救 但当时为什么发展的 那时候还没有发展出来呢 被很痛苦 最后想通了 虽然人也走 只能在这样很痛苦中慢慢去思索着 然后去把那些画面 再用一些逻辑推理 然后慢慢把它想清楚 最后才终于突破了这样医学的瓶颈 其实这些突破也是医学目前的很多 病是医学没办法处理的 那我自己从失败的案例 突破了也可以帮助其他的医学 能够把这些危急重病的 都可以比较 用一些比较简单方便的方法 就可以救得出来 比如说这里就提出了明疗 作为外面热源之浆 可直接用于体伤位置 这是中医灸所很难想象的 比如说电毯是前面性的 那涂浆粉泥也是大面积的 这些用灸是远远不够 然后浆更可以在内热源上 可以灌肠甚至洗眼喷鼻 这些都可以用啊 那中药就没有这么灵活 那对重病患者 直达体伤位置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尤其外热源 大面积涂 浆粉泥 有些来身体已经很虚 经过涂完三次之后 他就感觉人疏伍了很多 好 那原始点也进一步 除了大开关以外 那进一步按推无效 知道是患处体伤所致 也要按推小开关 也就是患处碰点都要按 这样才能够解决他处 跟患处体伤的症状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 这样就可以达到 原始点医学的目的 好 那这里就提出来了 原始点医学的目的是什么 不只治病哦 因为如果有病 他可以疏医疾病 使患者转为为安 但没有病呢 他还可以抗老增受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 老病它是同出预言 你体伤跟热能不足改善 自然可以解决疾病 当然也可以抗老增受 然后达到预防疾病 所以这个让医学 进一步除了从治病的概念 进一步扩展到怎么样 连老化什么都可以同时治疗 这个确实是 而且是可以操作的 不是只有 有时候医学也说 用养生什么中医 可能都会有一些养生的一些概念 但真正实际要操作的时候 就变得很难 原始点确实是可以 因为它是从人体做出来 所以很容易落实到人体身上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 所以这里的结论就是 这种化繁为简 以人为本 以病为师的生活化医学 才是解决生老病史的最好方法 所以我们从生下来 就慢慢会面临到老跟病 然后最后走向死亡 每个人都一定是这个过程 但你有没有办法 能够遇到疾病解决疾病 然后也能够把老化这个问题 让它延缓呢 当然最后总是要死 但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 就已经足够 所以这就是解决生老病史 已经不满 也就是原始点医学 已经不满足于只有解决疾病 还有一些衰老 甚至预防疾病的方法 都可以做到 然后它为什么能做到 其实它就是直接从人体找答案 然后把一些复杂的理论 甚至逻辑不通的一些问题 反正都放下 然后人体它一定是真实的 你怎么按 它有没有好 它都会告诉你 所以原始点 是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以病为师 而且它完全生活化 所以到最后总归一句话 原来生老病史 你活在生活中 你一些错误的习惯 让你的 生老病史的速度加快 同样 你如果在生活里面 你懂得应用这些对的方法 你也可以让病好得快一点 老也可以延缓 那死亡 你不会走得那么快 你可以慢慢走 有时间 去修身养性 这不是最好吗 所以这里已经点出 原始点医学的目的出来了 那它的过程中 也是跟其他的医学不大一样 它是真的做出来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段 有健康的身体 生命才能有品质地延续下去 由于任何的医疗或保健手段 都不能单独治病 只能作为助缘 藉由身体热能作用 即组织器官运作 才能改善体伤 及热能不足 提升代表人体体力的免疫力 自愈力 使身体恢复正常运作 重获健康 可见 健康 主要来自于人体的体力 体力 又来自于 自然简单的生活方式 而非人为复杂的医疗方法 既然如此 与其教导民众健康 要靠疫苗 吸药 乃至手术 不如教导民众 如何过健康的生活 所以 在生活中 落实医疗保健支援 避开伤身致病支援 使原始点医学的宗旨 此籍日常起居 不仅要通过按推 热圆 直到运动 充分休息 良好心态 还要少食 甜 酸 酒 冰品 生冷海鲜 及蔬果 体弱者 不但需避免接种疫苗 而且生病时 也不能以为依赖手术 打针 吃药 否则 越足代包 轻易毁伤 必将得不偿失 如此 才能击力避害 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及热能不足 提升人体的免疫力 自愈力 从而达到有病 可疏于疾病 无病 可强身增兽 毫无疑 这种 从上自然 尊重生命 守护身体的 生活化医觉 既合乎 古典中医 西医智慧的精髓 也是医疗 与保健 避走之路 这一段我们谈的是宗旨 我们来看一下 他第一个特别强调健康 因为有健康的身体 我们生命才能有品质的延续下去 这一句话已经点出来 那健康如何得到呢 下面就提出来了 我们看下一页 健康不是靠往外 这里提的就是 你不要往外 任何医疗保健手段 都不能单独治病 第一个先点出来 他只能作为助言 最终这些疾病要好 一定要靠身体的热能作用 还有组织器官维持正常运作 你才可以修复体伤 然后达到提升人体的免疫力 致抑力 这样身体才可以恢复正常 然后重获健康 好 从这一段已经点出来 你如何得到健康 原来就是 你最重要就是提升人体的体力 当然体力有各种说法 有人说是免疫力 治医力 在我看完 你只要把它归到体力就对了 体力好 抵抗力就好 免疫力就好 抵抗力差 免疫力 治医力就差 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里面没什么复杂的 那你所有的一切 就是让自己体力维持得很好 那体力来自于哪里 很简单嘛 如果这样大家都会回答 绝对不是去靠打针吃药 那打针吃药 身体体力就会越来越好 这一想也知道 所以下面就提出来 他是从日常生活得到 我们看下一页 他这个体力是来自于 自然简单的生活方式 绝对不是往外求的 靠复杂的医疗方法 那你健康 身体有病了 你如何获得健康 其实也是一样 不是往外求的 要知道你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然后改善你的体质 身体就自然会去帮你修理 好 所以 这里就提出一个概念 应该要教导民众 如何过健康的生活 比如说不要熬夜 不要懒得动 每天都躺着不动 这样也不行 然后不要吃的 一些太咸太油的 太油腻的 不健康的东西 类似这样 那如果能够做到这样 民众知道怎么去 保护自己的身体 即便他得到病 他也知道怎么去 把自己的病搞好 而不是教导民众 只要遇到生病 就往医院诊所跑 这样民众习惯也不改 永远跑来跑去 都是在火上下功夫 怎么可能根治呢 所以原始点特别提出 就是要交易民众 那这一段就是 怎么交易民众 这个才是原始点的宗旨 好 我们来看看 简单讲就是端乐修缮 我们看下一页 所以这里在生活中 落实医疗保健之言 避开伤身致病之言 是原始点医学的宗旨 医疗保健之言 在我看法就是善言 好的言 这个对身体会有帮助的 我们称为医疗保健之言 那同样的会造成身体疾病的 一些各种因素 甚至老化的各种因素 我们都称为相生致病之言 那当然善言我们要充分利用 那恶言一定要避开 所以刚刚我就讲 原始点医学的宗旨 就是断恶修缮 简单的讲就是这样 好 那实际用在生活上 怎么落实呢 我们看下一页 好 这里日常体系 不仅要通过 这些大家看一下就好了 就是写的都很仔细 这是不需要再解释了 那体弱这里特别提出 体弱者更要谨慎 一般人是一生病了 病情严重了 就六神无主 就往医院送 其实你身体越虚 越要避开 这些不当的医疗 所以这里特别提出来 体弱者 平常就要避免接种疫苗 尤其疫苗这个问题 现在大家都在提 好像病毒的问题 疫情的问题 好像打疫苗 但打了又怎么样 有些人打了就死掉了 有些人打了就 没有病变重病了 也避免过很多 然后打了之后 他真的可以防止疾病吗 也不能啊 打了照样感染 还是继续养 还不止养一次 可能还养好几次 那这个很明显 疫苗无效 而且疫苗是寒的 原始点一看就知道 寒凉怎么对身体会有帮助呢 好 你没有病 也不要去找事做 去 人家说打疫苗多好 就跟着 好 那如果你体弱者 一打出问题了 你自己要负责 所以这个都要小心 那如果生病的时候 也要知道 你体弱你怎么能够 依赖这些破坏性的手术呢 还有打针吃药 那个都很含啊 这些也会伤害体质啊 如果你不评估好 有时候去了 哇 一下子就情况更加恶化 你真的会后悔莫及啊 好我们来看下面 所以叫大家要如此趋利避害 就是这些不能做的就是断乐啊 该落实的前面也讲了 什么人吃什么不能吃啊 起居什么生活运动 什么都教你的 如果你也能照这样做 自然就可以趋利避害啊 然后来达到 治愈疾病的目的啊 也就是有病可以疗医疾病 无病也可以强生诊所 这样才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其实真正让你健康的 就是从生活做起 而不是跑医院诊所 不是给医师看 就以为没事 不是这样 好我们再把后面也念一下 看一下 所以这种崇尚自然 尊重生命 守护身体 绝对不做破坏身体的事 然后又是生活化的 这个才是真正的医学智慧啊 也是我们治疗应该走的路 简单容易做 然后又以身体为主 然后保护住身体 所以越简单才是越好啊 好那这个宗旨的部分 我们就谈到这里 那我们最后来谈医学的定义 最后一段 医学之实践 必须包括诊断与治疗 而治疗又包括医疗与保健 原始点通过观察症状 推断疾病之轻重 及提倡位置 以决定按推 与热源的治疗原则 并在日常生活中 配合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良好心态 如此 就可改善体伤 急症能不足 提升人体的免疫力 自愈力 从而达到 有病可保命及疗愈疾病 无病可抗老增瘦 预防疾病 其中观察症状 属诊断 按推属医疗 其余治疗方法 则属保健 值得一提的是 通过医疗 按推原始痛点 既可致乙病 及胃病 又可变乙病 及胃病之体伤位置 由此可见 原始点 不仅以具备 诊断与治疗的实质 还可使诊疗融合为医 一步到位 所以 从这个立场 称其为医学 可谓当之无愧 此外 原始点 通过非侵入性质 按推 与非药物质 外面热源 以亲 从因 自愈疾病 与西医 通过注射 手术 及服药 以求从果 解决疾病 完全不同 这种生活化 且没有医疗行为 却又完全具备 医学实质的 新型学科 到底该归处于 西医 还是中医 亦或是 二者之外的一种 医学 虽然 答案 清晰可见 但为了避免 无谓的争论 只好 见仁见智 各取所需 由民众去评判 让时间 来检验吧 好 这一段 就是回答 很多人在问 原始点 怎么会称为医学呢 而且如果医学 都是厚厚的 还有很多的理论 像中医 他的点籍 太多了 历来书 真的被读都读不完 那原始点 只是薄薄的一本书 就能称医学 那你看西医 也是分了很多 什么 他们还有各种科 眼科 外科 皮肤科 各种都有一套理论 那原始点医学 真的这么薄薄的书 就能称为医学吗 再回答这些问题 其实我们来谈医学的时候 不是看这些内容的多跟寡 或是书的厚跟薄 不是这样看 医学它有它的一些要素在 什么称为医学 医学它一定要包括几项 第一个 它一定要包括理论与临床 那理论的部分 各说各的 西医有它的一套理论 跟中医的理论也不一样 原始点的理论 当然跟这两者也不一样 那在临床上就比较一致 临床上一定是有诊断 跟治疗 那治疗方面 里面又有分医疗与保健 我们前面也说过了 诊断 西医是以仪器 那中医 有两套诊疗体系 我们就不再说了 那原始点通过观察症状 它就可以达到诊疗合一 好 那诊断是没有问题 原始点也有 三种医学都有 在治疗上又有分两种 一种是医疗的方法 一个是保健的方法 这个在我们医疗与保健都有说 我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 好 那原始点通过观察症状 推断疾病之轻重 及体伤位置 以决定按对于热源的治疗原则 这个我在总论三 已经有讲了 我也不再多说了 原始点只要观察症状 它整个方案都有了 也就是到底你生病的程度 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好 然后治疗应该是以热源为主 还是以按推为主 这个马上就会有答案 然后再来 如果你是重病患者 轻重症来不一定要 叫你这么多 做那么多 但是如果你是重病患者 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中 还要配合什么 运动 充分休息 还有良好心态 这样就能够转为为安 所以这里也特别提出来 这是对重病患者提的 那当然如果你养生保健 平常能够这样做 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也很好啊 也可以预防疾病 所以这里 这样做就能够达到 有病可保命及疗医疾病 那无病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 下夜 就可以抗老针 受预防疾病 好 那这里 观察症状 所诊断 这个没有问题 按推 属医疗 按推可以解症 而且速度快 所以 它具有医疗的 要求的一些 必备的因素在 那其治疗方法 这属保健 也就是我们的 一些运动 充分休息 良好心态 还有外内热炎 都是属于 只得一提的是 原始点的按推 原始痛点 既可治疑病跟未病 又可变疑病 及未病 自体上位置 简单的讲 西医也好 中医也好 他都 人治病已经不错了 何况是治疑病 然后进一步又可以 变疑病跟未病的 体上位置 也就是他们到底 因是从何而来 原始点也可以做得到 找得到 然后 还可以治疗 可以 简单讲就是 可以落实 而不是像 我们说 哎呀 治疑 相公治疑病 那讲得很玄 但是怎么落实 哎 没有方案 导也不会 好我们继续看 下面 所以原始点 从这里来看 他不但具备 诊断跟治疗的实质 因为我们用在临床上 要有诊断跟治疗 治疗又有医疗跟保健 他都有 好 那还可以是怎么样 诊断跟治疗融合为一 一步到位 因为他理论跟临床 完全都紧密结合 那诊断跟治疗 也是紧密结合 你从一开始看患者 然后一路看下来 就可以有方案 然后马上就可以落实 这里中间没有 没有说要等待 要怎么样 都没有 立刻有答案 好 所以从这个立场 称其为医学 可谓当之无愧 我也是觉得 这个医学 不只可以治病 还可以治未病 不只可以治疗 还可以诊断 融合在一起 那这个医学 以现有的医学来看 当然他们还达不到 但以原始点 他确实可以做到 所以称他为医学 当然是当之无愧 所以以后不要再问我 那书这么薄人称医学吗 医学就是要解决疾病 那原始点不只解决疾病 还可以解决衰老 所以范围更光光 好 我们再看下面 那原始点 这里跟西医 在做一个比对 原始点 他没有侵入性 不像中医的针刺穴位 或是西医的手术 他没有 他只靠按推而已 按推就是 人身体的工具而已 这个当然 现在也有用一些 木棒或是按推器 器材 按摩器这些 也有这样用 但这些都是强调 非侵略性 好 那还有非药物之外内热源 原始点最常用的 非药物之外内热源 比如说日常生活的电热器 眼红外线 红豆袋 软贴 那这些都属于 那外内热源 最常用的就是姜 可以涂姜粉 你喝姜汤之类的 好 他最后是以其 重阴致疫疾病 也就是你从 改善身体的体香 及热能不足下手 让身体恢复正常运作 他自己就可以修复 而达到治病的功效 这个跟西医一直强调 你生病一定要靠外来的药物 要靠手术 才能解决你的疾病 是不一样的 所以西医是通过注射 手术及服药 然后求虫果解决疾病 它不是改善你的体质 他这些只是从他们造出来的仪器 造出来的种种检查 好 然后去下结论 然后再通过这些手段 去帮你治病 这个跟原始点前面讲 根本是完全不一样的 也就是这两条路完全不一样 好 我们再看下面 好 那既然不一样 再说原始点特别是生活化的一种医学 他没有医疗行为 然后又具备医学实质 因为你说他诊断有 治疗也有 医疗与保健都有 而且还那么详悲 具有完整性 那这样说来 现在大家的观念都只有西医 要不然就中医 那这个应该是属于中医 还是属于西医 因为我常常 在以前在大陆讲学的时候 他们说 现在医学就只有两种 一个叫西医 一个叫中医 一个是东方医学 一个是西方医学 那原始点当然就是属于中医的部分 但如果是属于中医 他跟中医 很多看似一样 但实际上 包括诊断跟治疗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到底应该是属于哪一种医学 那西医说反正所有的 只有我们西医 才称为医疗 其他都不能 只有人称保健 但他们这样的说法也有问题 因为西医只有医疗 根本也没有什么保健 所以他的医疗又很狭隘化 那原始点呢 如果从正他们的角度来看 到底是属于西医 西医一定说不属于 我看应该是这样 我替他们讲 那中医又说 那中医 他非常就是博大精深 所以任何一种不同的疗 应该都是属于中医才对 那到底是怎么样 其实答案已经很清楚 前面都已经讲了 他已经具备了一些的实质了 所以答案其实清晰可见 但对于这些问题 争吵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为了避免无畏的争论 好吧 我的态度是指导怎么样 见仁见智 我反正已经写到那么清楚了 你看得懂也好 看不懂也好 你认为是医学也好 认为不是医学也好 随便 那你说它是中医的一部分 你如果要这样解说 我也不便再多说了 那所以最后知道很无奈的 因为这种问题也被问了太多了 所以最后只好怎么样 见仁见智 各取所需 那最后呢 我相信时间会给我答案 由民众来评判 让时间来检验吧 如果是真理 它一定会发光发热 如果是金子 一定会发亮的 放心 放得夜整 它的亮度不会减的 好 那这是 最后医学的定义 也讲完了 那前书就讲到这里 那我们今天讲的课 就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 再见 谢谢张医师 那我们今天的总论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